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皮蓝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那么这期我们再继续来关注这个电报的创始人 这个二五载杜洛夫 那么我呢 这个前两天干了一个傻事 我这个把我的这个电报给卸载了 我要重新安装一下 因为我 我开始我在想 因为它有些功能我怎么没法用 因为至少有个一年多没被没有更新了吧 然后我就去 我要去下这个电报 我发现下载不了了 无论是苹果手机还是华为手机 它都下载不了这个这个什么电报了 然后当我用我的iPad 不是iPad 用我的那个那个华为的这个这个Pad 去下 可以是通过这个境外商店 我下下来了 下下来以后完完蛋了 中国手机登不上去了 我操 中国手机受不到验证嘛 好像我们国家已经屏蔽了电报的所有的这个验证嘛 受不到了 因为现在电报的总部在独霸 那我这个损失大了 我里面有很多的这些群 有很多这些群组啊 很多很多交流群 他们那是都没了 我操啊 然后 所以说你现在啊 你有电报的 你要如果喜欢用电报 啊 千万不要轻易轻易的退出啊 最好是用境外的手机 不要用加86的啊 用境外手机注册一下 啊 我我这下损失大把了 我得啊 我得过两天去趟那个 啊 去趟那个香港 我从香港的地方搞一个电话号码 我要重新加入我这些群组 啊 幸亏我机里比较好 这群的名字什么我都记得住 啊 所以说我到时候再加了路建议去吧 啊 特别扯 啊 所以说你说中国为什么要把这个电报给屏蔽掉 屏蔽的这么死 像有有的 他屏蔽掉 可能只是说要求苹果啊 或者像华为的像现在遥遥领先的这几款机子 他没办法下什么YouTuber啊 下什么这个YouTuber Studio啊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东西吧 啊 但是说你想办法能下下来 或者以前你的老老机上面有的话 你是中国版的手机的话有的话 你至少还能收到验证嘛 但是现在很多 尤其像电报的验证嘛 是收不到的 还有很多可能其他的验证嘛 也都收不到了 啊 所以这个事情 我个人感觉是非常的扯淡的 那 这是为什么 因为之前中国国内的白纸运动和很多的反反化 境内体制势力 他们交流就是用电报 所以中国你看这些蛀虫 害得我们这些正常用电报的人都不能用电报了 你说是不是国内这些境内体制势力在这里弄 所以说电报这个软件APP呢 有没有问题 确实有有问题 这个我有一说一 啊 确实是有问题 所以电报有没有问题 Telegram有没有问题 Telegram绝对是有问题的 啊 因为它成为了很多犯罪组织 恐怖组织和这些 很多这些组织都会去用 和很多这些 那不三不四的群都会都会去用 啊 对不对 包括你说现在很多这些 啊 在中国的 很多的这些反贼 敌对势力 职人 职奴 刚狗 他们也都是用这种电报的 然后在哪里搞些什么活动 啊 组织非常严密啊 为什么电报在全球有这么多的 粉丝啊 估计有十亿人 啊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道理 法国检方禁止他理法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路透社报道 法国巴黎检方当地时间8月28日晚间宣布 社交媒体电报创始人杜罗夫被政治指控 实际上 罪行和违法行为 包括为有组织团体非法交易管理在线平台 他或因此面临最高十年监禁 以及共谋参与儿童色情影像传播 走私毒品 拒绝与执法部门合作等 此外 杜罗夫还因涉嫌对自己六岁的儿子实施严重暴力行为 而受到调查 检方称 杜罗夫已被置于司法监督之下 保时金为556万美元 啊 约500万欧元啊 这么样的 我现在也说过了 你说你说他那个保时金弄个500万欧元 这一点太夸张了吧 哦 你你是有钱人 你现在好像身家155亿美元 你挺有钱的 全世界12个国家 有100个小孩 因为他捐金嘛 啊 要留下他的这个什么优秀基因啊 啊 所以这种想法会让人觉得特别low逼 我跟各位说了啊 你这个小孩有多少个是你命理指定的 一旦超过这个数 马上叫你别的地方补啊 叫你别的地方找补 肖建华就是这样的 一天当晚弄那么多女的给他生小孩 然后结果就是出事情 啊 结果就是出事情 这就是我说过的啊 命理有几个小孩 你这是定数 比如你是一个就一个 两个就两个 三个就三个 这是定数 你四个 或者有的人家里面生个女儿 好几年不怀孕 但是强行要个儿子 我身边见过很多啊 啊 家里要强行要个儿子的 基本上 开始 家里开始走重特大下坡路了 啊 福建人 对这个是很有发言权的 因为福建人很要儿子 就像我同学 他爸两个女儿 对吧 他们家本身生意 靠他妈 还和他爸一起经营生意蛮好的 但是他爸到五十多 想不开 一天当晚喝闷酒 怪他妈说 你让我在亲戚面前 一辈子抬不起头 因为我没有儿子 然后他强行要去 跟外面的女儿 去生个儿子 啊 结果反正 那个家里的生意就败掉了 啊 别墅也卖了啊 奔驰 麦巴赫也卖了 这也卖了 那也卖了 这也没了 那也没了 但是他无所谓 因为他有儿子了 啊 那是他的人生 重大胜利 啊 但是我说过很多 我见识过很多福建家庭 就是有个女儿以后啊 比如说好几年不不生 或者二胎还生个女儿 还要一个儿子 那可能就这个时候 就可能就是 生命的这个败落了 啊 我见过 我见识过太多了 啊 所以说 你要这么多小孩 像这个杜罗夫一样 他也弄这么多小孩 啊 你弄这么多小孩 你破了破了你的定数 啊 破了你的定数 那你就让你 这个应该就是巴工了啊 走入巴工的领域了啊 让你他妈极饿了 开始就让你极饿了 你看着就 就是你一系列倒霉的开始 而且大家要知道 这一次据说啊 是法国总统马克龙 亲自邀请他 亲自向他保安证的 啊 这叫你 叫你来法国 有有有点事情 啊 你不要害怕 不要担忧 啊 我马克龙 一国之长 我亲自邀请你 你过来吧 啊 然后你过去 过去就被你逮了 就跟他妈川普似的 川普找他妈的 啊 美国的这些 这些这些 这些情报部门 去邀请伊朗的 这个苏联曼尼 过来过来进行谈判 啊 郑重其事的 做什么担保 这那的 人家苏联曼尼 过来以后 把人家给杀掉了 两军交战 不再来使 或者说 你想把他忽悠 像这种忽悠 我说过 我说过 这些人他就是傻 就是信西方 等永生 你看那个赵长鹏 也是的 赵长鹏 当时 事儿已经都没有了 然后美国法院院 跟他跟他讲 我们是美国联邦政府 你过来 打 我们达成一个庭外和解 就可以 这个事情就没有了 啊 放心 不会对你怎么样的 然后赵长鹏 他妈的去了以后 去了以后 哗了妈的 就把你关起来 就跟那个杜罗夫一梦一样的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法国政府 现在的资金 已经透支到 十年或者十二年以后了 也就是说 他面临的 非常严重的财政辞职 欠了个三万亿欧元吧 啊 这个债台 债台高筑啊 啊 债台高筑 现在都里也没钱 这个巴黎奥运办了 也没挣 挣什么钱 也是亏本的买卖 啊 然后呢 现在在国内 他遇到了很大的这些困境 左翼的这个总理 又被他给否决掉了 对吧 现在右翼跟左翼 都对他不满 都在加工他 他整个 他们这个政党 因为他毕竟也连任了 对吧 他 但是也要为下一任 你要买富比啊 所以他整个这个财政的 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 你杜罗夫这么有钱 先弄个五百万欧元过来 啊 先弄个五百万欧元过来 你不是法国国籍吗 你不是信我们法国吗 你信仰法国 你也跟赵长鹏一样 郭文贵一样 都弄个阿联酋国籍 你们都是富豪 你郭文贵挺牛逼的 能诈骗十个亿美元 花了四个亿 还剩下六个亿美元 卧槽 那这笔钱对得充公了 你是你是不易制裁 智取生成钢 你是不易制裁 他被禁止离开法国本土 需每两周 向法国警方通报 报道说 这个声明并不意味着 杜罗夫已在法国法律框架下 被定罪 但表明 检方认为有足够的案情 值得开展深入的官方调查 据法国BFMTV新闻资讯台报道 杜罗夫二十四日晚 在巴黎近郊的布希尔机场 遭法国警方逮捕后 经历长达96个小时的积压 这是法国法律规定 在受到指控前 一个人被拘留的时间上限 杜罗夫被移交给当地法院后 两名调查法官对他进行了 数小时的询问 并决定对他提出多项指控 巴黎检察官 劳尔布库奥在一份声明中说 杜罗夫二十八日早些时候 从法国警方拘留所获释 被依送时法庭接受审讯 贝库奥提到 电焰炮在法国设计儿童性虐待 贩毒和网络仇恨犯罪等 多起刑事案件中发挥作用 但对执法部门的合作请求 几乎完全没有回应 他太牛逼了 你懂吗 杜罗夫这个人是个什么东西 你看他也不配合西方 其实不是说不配合法国 他说不配合美国跟以色列 他不配合法国 还倒没什么卵事 他不配合美国跟以色列 不配合美国跟以色列 你不配合美国也没事 你不配合以色列 你还能活 大家要知道 任何一款大型全球化的社交平台 只要不听从美以的 打击到他们这个舆论霸权 那他妈就得给你颜色 扎克伯格不是已经讲了吗 拜登的民主党他妈经常恐吓他的 经常恐吓这个扎克伯格的 你还讲下一个可能是马斯克 马斯克你放心 扎克伯格有事 马斯克都不会有事 为什么 马斯克背后他妈的是 也是有他妈比九大基金会 在背后他妈的撑塔 而这个里面 有13家族里面半数的人在撑塔 会他妈出问题吗 马斯克不会出问题 马斯克跟他妈美国这种 军情系统的这种关系 不是扎克伯格能去比的 马斯克还跟中共有关系 还跟中国有关系 到北京来他妈李强亲自接待的 又有中共在这个地方 保持着这种像中美的 这个桥梁的嫁接人一样的 就这种级别 那扎克伯格能比吗 扎克伯格在北京 本来他也想当这样的一个人物 一个嫁接人 但是北京不鸟他 因为他是个可萨佬 北京不鸟他 不鸟他他不是气急败坏了 就得罪中共了吗 得罪中共 那说实在话 你的政治属性本身就很差 所以你在埋态里面 去叫这些用户叫人民们 叫人民们没用 然后呢 TikTok他们也要打击 但TikTok他们为什么打击不了 因为TikTok的背后 其实也是中共 所以他们干不了 大家懂吧 因为你干TikTok的话 因为是中共出来来发声的 这个性质就不一样了 你美国你要搞的话 中国有很多种方法搞你的 可能你真的把TikTok给没收了 你不让我的舆论平台 在你美国 我能直接把台湾给收了 所以我个人认为 可能是北京 给美国讲过什么这种话 你要是赶他们搞TikTok 我会怎么怎么样 肯定是这样的这种话 张一鸣其实已经 已经不算什么了 背后我说句实在话 TikTok背后还就是中共 对吧 所以说 你张一鸣为什么能没事 即使他在新加坡 美国也不敢动他 因为他是中国国籍 所以说这个杜罗夫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他是个世界主义者 他这种世界主义者 就像他妈的托洛茨基似的 所以他既不配合法国 不配合俄罗斯 他有他自己的原则 但是大家要知道 人生三大忌 无权而大富 是第一大忌 就是说你没有权利 你有很多的钱 那你就得完蛋 大家懂我这意思吧 你没有权利 你有很多的钞票 那是不行的 第二个是 贫穷有娇妻 就是说你这个人 有美妻 就是说你这个人很穷 但是你老婆特别漂亮 这也是他妈一个大忌讳 这也是一个大忌讳 那后面一个我忘了 反正是人生三大忌 我之前我还记得 我现在已经忘了 因为每天处理信息特别亮 反正有一条就是说 像杜罗夫这种 你没有权利的 没有政治靠山的 如果你杜罗夫今天是个俄罗斯人 你觉得法国敢随便逮捕你吧 那有多人说 逮捕了怎么样 逮捕了 就跟那个美国一样的 美国不是把战争 战争之王 布特给他妈的逮捕了吗 那俄罗斯他妈在美国 在他妈的 搞一个WNBA的这个 这个女动员 说他他妈的吸毒 把她给逮捕了 用她去交换布特 然后现在这个杜罗夫一样的 他跟那个孟晚舟一样的 必须一到两周向法院报到 带上电子脚料 一到两周向法院报告 对吧 要把这个华为给他妈干死 那习近平亲自购文这个事情 抓两个迈克尔 那个逼的 抓两个他妈的 你的这两个间谍 那你加拿大你换不换 不换 不换你海外谍报网 他妈全完蛋 所以只能换 那今天你杜罗夫 你 俄罗斯国家杜马副主席 说要让法国放人 他们已经表示出 要来关心你了 那你小子到底服不服俄罗斯 到底效忠不效忠普京啊 你效忠不效忠 你不效忠 俄罗斯就不管 你要效忠 俄罗斯马上弄 他妈两个法国人抓起来 说他妈是谍报的 到时候给你换人质 把你杜罗夫他妈换回国 他其实是你得懂事 你不懂事 所以大家要知道 你不站队 不选边站 在当今这个集团对抗的阵营当中 你第一个被干死 这个道理很简单的 你在公司里上班 公司里有两拨冷马 你不站队 那你第一个被干死 是不是你 你必须得站队 现在就是这个时代 你要么战西方 要么战中国 战俄罗斯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 Lunos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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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